3月23日上午近10时,高雄市长韩国瑜率团呈旅游巴士,经港中澳大桥离开香港,接受访港行程。 韩国瑜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此行收获满载而归。 当天上午8时许,韩国瑜从香港岛湾在一家酒店出发。 九时正,访问团在车上完成香港入境事务处出境程序,并驶往港中澳大桥香港接线。 访问团获得港中澳大桥管理局接待,在靠近香港海域的东仁宫岛上远眺大桥的壮丽景色。 韩国瑜多次大赞,景色太漂亮,震撼人心。 访问团合影留念,表现兴奋。 哇,非常震撼人心啊。 而且因为你在神经中枢指挥中心看这个海面,居然达到了运输,又可以达到航运,这么聪明发明一个6公里的就潜下去,组航道不受任何影响。 而且这套SOB一旦建构成,将来全世界半岛型的国家,只要点灯点城市要城市的连接,就可以同时享受港中澳的经验。 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你开创了个鲜活。 港中澳大桥管理局行政总监委东庆向韩国瑜介绍大桥的建造各路段的组成,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概况。 访问团在东仁宫岛上多留约20分钟后离开。 韩国瑜表示,在香港的收获满载而归,订单卖得非常好,人与人的交流非常顺畅。 香港收获当然收获满载而归,我们订单卖得非常的好,而且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感情的交流都非常顺畅。 我们就是多卖东西,多交朋友。 随后,巴士沿港中澳大桥的海底隧道和海上主桥试下澳门。 随后,巴士沿港中澳大桥的沿港。